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秋冬呢 又可以在里面当作一个大底 它其实有一条腰带 戴上腰带有一点点偏浴袍式的毛衣 我更喜欢不戴腰带这样穿 就觉得更简单 更纠闲一点 上身呢 就想作为一个全黑的搭配 里面就穿了一件黑色的短袖的上衣 下身呢 给搭配一条白裤子 穿了一双厚礼的洛夫鞋 平衡一件上下身的亮感 上班穿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这件格纹的粗发底小外套 最近超级喜欢 这个格子是有一点点那种蓝色 然后它搭配的这个白也是比较偏暗的 就看起来更加耐看 然后里面我给它搭配的是一件羊绒的无袖上衣 这点颜色就是比较偏米色一点 然后它上面的扣子也是细节感蛮强的 有点小香蜂的感觉 我给它搭配了两种不同风格的穿搭 第一种呢 就是和这种牛仔裤 搭配出一种比较酷比较休闲一点的风格 那因为它比较偏贵服风嘛 所以下车给它增加一些休闲感 可以平衡这种感觉 那另外一套穿搭呢就是顺着它这个贵服风 我想搭给它搭配了一条小裙子 裙子的面料呢也是这种粗花泥的 上面有金银的这个线的小细节 然后它的这个圆扣还蛮别致的 下面的裙摆呢也是一种无规则的设计 那里面搭配了一个衬衫或者是搭配简单的T恤也没有问题 那这一套呢看起来就更加甜一点 学习了张曼玉的一身就是比较清爽的米色裤子搭配 这种拖地的西装裤在秋冬一定要有一条 早凑的时候穿呢就非常的清爽 然后它的长度呢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就可以拖地 然后腰围这边呢非常的人性 还有一个松紧带儿 搭配上这种白衬衫就会显得比较干练 也适合上班通行这样穿 我觉得点睛之笔呢就是腰上系了一条这种棕色的皮带 米色的裤子是这种红色系的 裤子细节感也很好 它有一个比较好看的扣子 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几件 优衣库C合作系列的衣服 然后我买了几件 然后从里面挑出最喜欢的一件就是 这件羊绒衫加这个羊绒背心 这件呢是号码我觉得有一点点偏小 我买的是XS码 穿在身上属于这种短环 如果买大一码的话 买夹这样里面套小眉心或者是衬衫 这样穿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件羊绒衫呢我觉得版型很好 它不是那种很贴的那种版型 它是上身有一点点扩形的 穿起来就是还蛮有时尚感的 材质特别的好 是100%羊绒的 然后摸起来穿上舒适感都很强 而且它的设计非常简约 就是这种纯色的 我买的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深灰色 然后它也和命名秀场上的一套穿搭 非常的像 我也给它搭配了一条黑色的长裤 加上乐服鞋 整体看起来就非常的简约淡烈 这件毛也属于这次比较抢手的单品 当时下单的时候大号都已经没了 它也是比较简约很timeless的这种设计 然后它的号码我买的稍微有一点点偏小 如果买大一码就更好了 版型呢也有一些设计感 就是上身比较扩形 然后稍微有一些蝙蝠袖 它在秋冬天叠穿就很好看 然后下面一件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Polo的小毛衣 然后这个毛衣其实不行很多年了 它是男款的 我买的S码 然后就刚刚好 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柔软 是完全纯棉的材质 然后也比较有弹性 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搭配那种原来T恤做叠穿 或者搭配牛仔衬衫露一个领子 都蛮好看的 这种米白色也是在秋冬配这种大衣 或者是西装 作为内搭非常有实用的一个 另外一件还有一件耐克的帽衫 然后这件帽衫其实就是冬天想配大衣 在里面当做内搭用 这种灰色帽衫在今天作为这种别穿就很实用 我买的这件是选了一个oversize的款式 选了一个是M码 然后它穿上都比较宽松 比较舒服 今天看MiuMiu的绣场上也经常用帽衫 这样作为叠穿 搭配也是这种比较厚实的这种帽衫 我觉得还蛮持用的 然后里面呢也是这种加绒的材质 就摸着非常的舒服 运动的时候也可以穿 就下面穿一个lagging就可以了 下面想和大家分享一件 就是我最近新买的外套是品牌是Barber 我现在看中小姐的穿搭 就是被她重藏了 英国黄水也经常穿他们家的衣服 然后出去打猎什么的 我这件呢是38嘛 穿上就是刚刚好 里面也足够富裕 不冷的时候可以单穿 然后冷一点里面可以套件 这种超轻的容服 我买的这件是女款的精灵款 然后它的这个领子是这种更新绒的 里面是这种格子 袖口呢还可以把它翻过来 露一点点这种格子的袖边 整体是有一点点这种收腰的款式 这个颜色呢是橄榄色 我觉得搭配衣服还是很好搭的 比较秀系的款 然后这件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袖口可以翻过来 还有一款是男款的经典款 但是它的袖口是不能翻过来的 这两款我比较犹豫 这件事买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比较好的折扣 不到三百刀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是留这款女款的还是买这个男款的 那OK以上就是今天视频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了 拜拜